如果别人暗示你,你马上就能反应过来吗? 与任何人相处,你都要牢记这十五种暗示,你要是不懂,那你注定只能是个社会小白。 以下内容,是我用三十年的血泪总结出来的经验,但凡记住一半,你都能超越百分之九十的人。 第一种,当你去朋友家做客的时候,朋友的妻子一直躲在房间里,不愿意出来,说明他很不欢迎你,这时候最好找个理由离开朋友家。 第二种,当别人找你咨询什么问题的时候,他说,我有个朋友,其实说的就是他自己,不要拆穿他。 第三种,当你表白的时候,女生说你是一个好人,那说明他不喜欢你,已经拒绝你了。 第四种,当一个人在你面前,阴阳怪气地说有的人,他其实说的那个人就是你。 第五种,当你偶遇熟人的饭局,熟人邀请你一起吃的时候,一定不要当真,他只是客套一下而已。 第六,当你找别人借钱的时候,他说要回去跟老婆商量一下,意思就是没得商量。 第七,一个自来熟的人,天天喊你兄弟的时候,其实他是想从你这个普通的熟人中捞点好处。 第八,当你们聊天聊到没话题的时候,别人一直让你喝茶喝茶,而且再也不说什么了,这时候你就应该找个理由离开了。 第九,面试的时候,HR对你说,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问题吗?说明你这次的面试,有戏。 第十,老板对你说,这事做得可以,但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,意思就是你没做好,再继续改进。 十一,有些人喜欢话反着说,不是在夸你,而是在贬损你。 十二,当一个人对你说,有什么问题,我们私底下沟通,其实就是说,不要让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,下不来台。 十三,当别人跟你说,原则上可以,就是不可以的意思,当他说,原则上不可以,其实就是可以的意思。 十四,这事可以做,就是有点难办,意思是,让你学聪明一点,该送你了。 十五,当别人说你老实,这不是在夸你,而是说,你很容易被欺负,意思是,你很容易被别人利用。 这十五条暗示,你遇到过几个,评论区告诉我。